但是今天就發生了這起悲劇 南投一名十七歲的高一男學生 上午到日月潭進行傾艇訓練 意思因為天氣太熱 跳下潭水泡水 但是人一直沒有浮上水面 同學見狀趕緊通報 消防人到場把人救起來 但男學生已經沒有生命跡象 送醫搶救仍然回天法術 哭到癱瘓 需要依靠旁人的搶扶 才能往前走 原來他們的孩子十九號上午 完成蜻蜓訓練後 跳下日月潭泡水 只不過之後就再也沒有浮起來了 當時已經完成訓練 蜻蜓也都放回岸上 高一學生疑死因為天氣太熱 就跳下日月潭泡水 等到其他同學回來時 只看那學生緊緊抓住碼頭求救 但還是不幸沉下去 這時教練驚覺學生 竟然沒有穿救生衣就下水 而且當地水深將近二十米 趕緊通報消防隊搜救了半小時 終於找到學生 但遺憾的是已經沒有生命跡象 緊急送醫仍然宣告不治 我們大概在十一點半附近 就由協助我們的兩名 越潭逸宵跟附近的湯汐民眾 巡迫溺水的高中生 馬上打撈上來 現場由我跟人人進行兇換按壓 根據了解不幸死亡的學生 國中就是田徑好手 高中轉戰滑船運動 今年四月參加一百一十一年全中運 在高中男子組划船四人雙獎項目 獲得銅牌的夾擊 沒想到竟然在訓練後逆地身亡 天氣越來越熱 民眾進行水上活動的機會增加 但玩水消暑之際 千萬要小心安全 記者綜合報導